Zoey 的問題,她是看中騰訊的 她說700多錢可以買入,上網多少,紙蝕是多少 上個星期,業績出現後又夾不少上去 問題是,你看好700就不會因為出現業績 見到它升,我覺得這些事況上純粹見升就覺得OK 跌回的時候又怕,你抱著這些心態就很危險 身份地,如果一些你覺得優質的股份可以怎樣 最好是做一些分柱級納的形式 我認為700你做分柱級納這些位置就開始做 其實只要你有多久,你計好了數 我覺得你有機會合得贏 但是就不要想著這些位置賣完之後 就一帆風訊,就不用押價 短線你如果用一些價值投資的方法去看 像巴菲特那樣,你看好一些公司有一個穩定現金樓 由底下去上去看的時候 它都要坐貨的 所以為何你不需要 所以我覺得第一方面,如果你這些位置 對於一般散戶來說,買700這些 特別300元留下的時候,你又不出手 就算300元留下你買了,你可能未來都會回到要買的 我建議慢慢分柱,收集會比較好 如果你是做不到分柱級納的時候 那就真是給點耐性 起碼等市況成績今晚大一點 有一個方向 先想去搭順風車 就不要走去古底 所以我覺得700這些我就覺得很纖維 你有興趣 繼續分柱買,真是沒問題 看看你可以將平均成本計算到多少 譬如你現在可以不斷地溝,溝到200多元的位置 將平均成本可以蓋到250多 我覺得沒問題 但如果你純粹只能夠有 一柱、兩柱去買的情況 300元留下一些位置,可以分兩柱去買 500元 這番總檢查沒問題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